王总 请坐 坐 王总 要是没什么事 我这儿还有一个重要客户 我耽误不了你多一会儿 好吧 对对 田佳和周梅他们到了 让他们进来吧 我们没迟到吧 坐 盧大勇的事三位都知道了 现在在座的三位呢 都卷进了这桩凶杀案 盧大勇处心积虑 杀了自己的妻子陈云香 但是我们现在经过调查呢 凶手另有其人 怎么会是这样子 凶手把陈云香有几十万的事 告诉盧大勇 盧大勇是个毒鬼 盧大勇起了杀心 现在这凶手正偷着乐呢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陈云香把凶手的隐私 写进小说里了 就跟写您周小姐的学历隐私一样 不过你那点学历隐私啊 比起凶手的隐私还真差了点 雷警官 你答应替我保密的 保密 现在得讲事实了 这是两条人命 虽然这两个人不算太无辜吧 尤其是这何苗 田小姐 这何苗原名叫萧子杰 是你让他扮成保姆 进陈家投书稿的吧 萧子杰拿了书稿以后 发现了凶手的隐私 然后来威胁这个凶手敲诈的 最后凶手起了杀机 幸亏萧子杰把书稿备份了一份 所以王总您也就别急了 这份书稿我现在无辜固 好 谢谢 谢谢 你要是真的感兴趣凶手是谁 你看看第十五章那上面写着呢 这是 还有一份证据啊 就是这身份证 卢大勇的假身份证 做得跟真的一样 王公找着了吗 周 周 周就是我呀 对我加强了攻势 你别真往自己身上招呼 往下面念啊 梅本来不叫这个名字 她在南方有一个鼎鼎大名的男朋友 也是她的老大 叫阿蒂 阿蒂和一个轰动一时的数字联系在一起 六二六 梅 周梅 周小姐是你吧 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是六二六集团的一员干将 六二六集团是个什么集团 伪造证件 引人偷渡 是个重大的刑事犯罪集团 您这份学历证书 也是他们流水线上的作性吗 还有这身份证 都是你的杰作吧 你本来是六二六集团首犯的情妇兼军事 后来黑之黑卷了笔钱跑了 摇身一变你现在成作家了 可是你呀交友不慎 你认识陈云香了 陈云香把你的犯罪事实全都写在书里了 那天你们吵架为什么呀 根本不是因为你的学历 就是因为这事 然后 你把他有几十万的事告诉卢大勇 卢大勇就是个毒鬼 动了杀心 可是这事让肖子杰知道 所以才打乱了你计划 让我们今天再找着你 把他带出去 打脚二位了 打脚二位了 但是呢 好多事咱得说清楚 你们二位就没事了 和我田小姐提醒您以后别再干这事了 好吗 来 来 好 如果没有肖子杰留下那套完整的备份书稿 我们可能就有点被动 我还有别的线索呢 什么 我跟这上写着 陈云香跟周围在泰国的一段经历 毕竟干过这个 梅对贾政见贾钞贾珠宝的鉴别能力令人吃惊 有他在 我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上当 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怀疑的 我一开始啊 以为周梅只是设计犯罪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事 嗯 你怎么不说话啊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这两天办案啊 办得我头晕眼花的 哎 晚上一到街上路灯一亮 我老觉得跟走到水里似的 瞎说八道吧你又 下面这个案件是我经办过的最荒唐离奇的一个案件 罪犯的愚昧无知导致了一连串惨痛血案的发生 哎 你母亲大人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说又给你找了个女朋友 让你下午无必去一趟 电话都打你那儿去了 嗯 你跟她说我不去 哎 我等答应好人家了 赶紧回去换换衣服刮胡子 啊 你妈说啊 这回你要再心目再焉 你的事她再不管了 哎 她不管我谢谢她了 哎 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 看一看又怎么了 没准还碰人一个条件好的呢 这回这又是干嘛的呀 小学老师 而且啊还是个年纪主任的 多好啊 又有文化又有气质 顺带啊 把你们家孩子的教育都一块解决了 哈哈 哎哎 要不然这回你去吧 你看这回又不是会计 也不是银行支援 真的 真的 我妈对你的事不也挺操心的吗 你少来 哎 我跟你说啊 我呀在小学的时候啊 是我们班最烂的学生了 我那个老师呀 恨我恨的呀咬牙切齿的 有一次他跟我说 你要是我的孩子呀 我这把你给掐死了 我啊见着小学老师啊 有心理障碍 哎 你真不去了 我真不去了 咱们这行人交不了女朋友 哦 要照你这么说啊 咱们公安局不都成了少林寺了吗 哎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嗯 你呀不妨内部解决了 什么意思 找个同行啊 呦 你什么时候开窍了 我人都替你找好了 谁啊 麦欧 怎么了 你别看着麦欧啊 疯疯癫癫的 人长得也不难看 又活泼 性格又开朗 你们俩在一块儿啊 又有安全感 你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啊 哎 你这是真傻假傻啊 啊 就算我真傻 怎么了 到底 不是你就一点都看 嗯 喂 哦好嘞 好 哎 有名案 嗯 哎 尸体是保健员发现的 保健员呢 每周一三五都会来社打扫卫生 死者为了方便 就给他配了一把钥匙 死者的父母刚才已经来过现场了 两位老人当时就受不出这样的打击 就晕倒了 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 well 小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虹你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虹 李先生 您冷静掉了好不好 你告诉我 小虹 小虹你告诉我小虹 你住出去啊 李先生 您休息一下好不好 小虹 好 刚才那人是谁啊 死者的男友叫林峰 死者叫秦鸿 二十八岁 是我们公司的职员 他们本来是个明天要结婚的 雷太 刚刚接到医院的通知 死生的母亲受不住刺激 老雨雪发作 在医院去世了 这张是死者父亲 提供的一份 死者生前交往生命的男性名单 他还说 他相信警察能够 抓住杀害他女儿的凶手 你去看一下的 是 什么呀 我你把这查一下 好 试驳 遗憾 一 二 七 三 两 六 两 八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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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这是从死者的右手里发现的 死者一直紧紧地攥着这颗钮扣 由此我们断定 这很可能是在挣扎当中 从凶手的身上拽下来的 查一下 在短时间内被疯狂乱虫所致 凶手几乎丧失理智 情杀加仇杀 我看啊 就是心理变态 到现在还没什么线索 这个案子 作案手段特别残忍 影响特别恶劣 我们一定要尽快地破案 抓住凶手 今天公司出了点事儿 会计没有去银行 你的公司只能明天再去了 哦 不碍事 不碍事 听说公司里有个姑娘被杀了 哎呀 真可怜哪 您别说了 你这个人 站这儿干什么 你别误会 我 是公安局的 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外卖公司是在这层楼上吗 外卖公司 你找谁啊 我想打听一下齐鸿的事情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齐鸿的朋友 我们刚通过电话的 我们公司在那边 跟我一块走吧 哦 那个人是谁啊 哦 他是我们这里 扫微信经理临时工 叫吴玉珍 是位挺好的老人 来了没几个月 你刚才和他说话 你在偷听啊 只是偶然经过罢了 干你们这一行的 是不是对谁都会有疑心啊 我们不会随便 轻易怀疑一个人的 那我是不是 也在你们的怀疑之列啊 你认为自己有可疑之处吗 走吧 走吧 昨天是齐鸿二十八岁的生日 林峰特意给他开了一个 生日的生日舞会 我们大家一起狂欢到午夜 林峰因为要加一班 所以提早就离开了 我怕齐鸿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就让我男朋友 一块儿送他回去 谁知道 在家里也会 哦 林峰 他一直加班到第二天早上 小王和小李 一直和他在一起 阿姨 北警官来了 林峰在里面 好 阿姨怎么给绑下来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 他好几次要自杀 要不是他哥哥把他绑起来 我真没办法治他 你说这老天爷也真不真眼 小洪这孩子可真是个好孩子 他怎么就 好 阿姨您别太难过了 出这种事谁也想不到 您得坚强点对吧 要不然林峰怎么办呢 您 您 你们谈吧 哦 嘘 听 多好听 小洪最喜欢听这个声音了 昨天是不是他生日 有好多朋友陪着他一块过的生日 他开心极了 可是后来 因为我要加班要先走 他突然又不开心了 我们俩都在厨房里 他不愿意让我走 他哭了 他的眼泪 把我衣服都打湿了 看 就是这儿 到现在还是湿的